这个罪人由我来当 这是邓小平在1988年一次军委会议上的发言 而就在会议过后不久 解放军传来了重磅消息 取消了20多年的军衔制被恢复了 1988年9月14日 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授贤仪式 这次授贤中有17位将军被授予上将军衔 40.5万人被授予未官军衔 这标志着解放军新军军衔的诞生 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 从取消军衔到恢复军衔 邓公做出了多大的努力 军衔是区分军人等级的称号和标志 1955年我国效仿苏联进行了授贤 十大元帅十大大将便是这个时候诞生的 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 军衔制也成为了苏修的一个标准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应该取消军衔制 毛主席也是赞同这种想法的 1965年中央军委针对这一问题召开了一次会议 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取消军衔制 恢复红军的老传统 重新带回红领章和红五角星 毛主席听后也表示同意 我赞成走回头路 过去搞的那套将校位 我是不感兴趣的 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 只要一颗红星两面红旗 其他的都可以取消 有了毛主席的排版 1965年6月1日 在解放军中实行长达10年的军衔制 被正式取消了 至此解放军的军装又恢复成了一颗星星 两面红旗的样子 普通士兵和干部的唯一区别 便是普通士兵的军装是两个兜 干部的军装是四个兜 一时间 解放军又重新恢复到了认人认职 不认贤的状态 在取消军衔的这20多年间 出现了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尤其是战场指挥士 常有士兵因为分不出军衔 而不知道该听谁的 从而延误了战机 当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有越军前来偷袭 不少解放军因为分不清谁是指挥官 最后延误了战机 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事后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耿彪总结 年轻的不会指挥 就看胡子长肚子大的 但两个团在一起又听谁指挥 如果有军衔的话 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 取消军衔在外交场上 同样造成了不少麻烦 正常两国外交都会派出 差不多军衔的干部 但中国却没有军衔 外国可不明白 中国人军职都是什么意思 台国上将肖克就多次遇到过这种情况 外宾询问他是什么军衔 属于什么等级 他无法回答 这就造成了不少的误解 甚至是尴尬的局面 由此可见 恢复军衔是十分必要的 1988年邓小平在北京 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 会议的主题便是恢复军衔 在会上邓小平明确发言 人民军队要尽快恢复军衔制 然而这番言论 却引起了台下的一片议论 原来有许多老将担心 取消军衔是毛主席的主意 如今推翻 怕是不妥 一位老同志发言称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应该谨慎一些 取消军衔是毛主席做出的决定 如今突然要恢复 引发军队混乱该怎么办 面对众人的疑虑 邓小平并没有生气 而是耐心结实 当年毛主席取消军衔制 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实际情况 如今已经过去20多年 国际形势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恢复军衔制是与时俱进的 也是符合现实情况的 如果谁认为恢复军衔 会给军队带来混乱 会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 那么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这个罪人由我来当 这番斩钉截铁的话 让台下的很多老干部无比动容 1988年9月23日 新军衔制度正式实行 最高军衔设为上教 军职以上一职三贤 以方便培养更多的年轻干部 如今的解放军 不但设有现役军官军衔制度 还设有预备役的军官军衔制度 一旦出现国防危机 这些退役军人都将若有债照避回 大家对邓公恢复军衔制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